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也是要把它碰出來 就是它裡面會有 當初還有那個幹細胞的存在 那些幹細胞後來就慢慢的就 功能就退化了 好 下一個單元 消化系統的部分 OK 消化系統 當然一般能夠到系統這個層級 還是回到那個問題 當然指的是器官系統 人體的話 那個消化的部分呢 有比較多的器官合作 然後形成消化系統 然後我們先從這個兩個部分來看 就是第一個 所謂的消化這件事情 消化一般來說的話 最重要的是 你要去把大分子的化合物 然後處理成小分子的化合物去 你知道 它裡面的理由很簡單 你如果不處理成小分子的話 物質要通過細胞膜有困難 細胞要利用這個養分當然有困難 可是問題是 這所謂的大分子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現在是 細胞要面對的養分 是一個一個的那個巨大分子 比如說一個多糖 一分子的多糖 然後一分子的蛋白質 這種機會其實很低 大部分呢 其實生物面臨的這些養分 通常是顆粒 這個可能是一款 一個 某一個生物身上的這個痘罩殘穴 然後它裡面呢 可能還有糖肺還有蛋白 還有脂質的各種有機物 暫時呢 還沒有被拆解開來 好 所以 就使得呢 一般消化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兩個部分要處理 我們看那個 215頁上面那個表格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 我可能要先把顆粒 就是從大顆粒 然後處理成小顆粒 好 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說沒有牽涉到裡面的成分的本質的改變的話 通常我們就把它叫物理性小化 好 那所以 手段是什麼呢 比如說像我們的牙齒 所做的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牙齒呢 可以切割 可以撕裂 然後可以淹磨 然後食物 其實這樣的手段 其實就是讓食物的那個整個規模 這個顆粒呢 就是小型化 那這樣的話可以方便將來的分解 那至於食物如果真的開始進入分解 比如說多糖變單糖 蛋白質分解成氨基酸 那這種就切割到那個物質的本質發生改變 所以這種消化就是屬於化學性消化 所以如果按照那個食物的處理過程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來分 但是配合的這個構造的部分呢 我們再來看 下面這個文字 就是一道消化構造 跟下面那個四組圖形 左上角這個 如果說現在呢 像那個變形蟲 變形蟲它在處理食物的時候呢 只要這個顆粒不是真的太大 它會把整個顆粒呢 先進行吞噬 然後吞噬的時候呢 吞噬作用 假設對象確定是食物顆粒的話 我們會把那個吞噬後的那顆 就把它叫食泡 對不對 好 然後所以食泡裡面 可能就會是食物的顆粒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食泡還要再去 對不對 好 融體結合在一起 所以食泡裡面有食物 然後它需要分解 融體裡面呢 有很多 跟食物分解有關的酵素 統稱水減酶 對不對 好 所以像變形蟲這樣的做法 掃綠蟲也會 就是先把食物的顆粒呢 先吞進來 吞進來之後呢 再利用融體裡面的酵素呢 去吹化它的生結 所以整個食物的處理過程呢 從頭到尾都是在細胞內完成的 那執行這樣的方式的消化 因為它的主要的作用場所是在細胞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包內消化 好 然後你現在對應到那個右邊 這是一個水溪 水溪的話呢 它的身體構造非常簡單 總共就是有兩層細胞 所以不需要循環細胞 也還沒有循環細胞 好 那它已經開始有比較簡單的消化構造 那一般水溪 海葵珊瑚中間 它那個食物呢 進出只有一個出入口 然後進來之後呢 就是一個空間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是處理食物的場所 通常我們會把它叫做消化循環槍 OK 這時喔 是可以突顯兩件事情 什麼時候你會開始需要循環系統 就是當你身體的構造變得比較複雜 兩份的分享 有氣體的分享 需要一套管線來幫忙的時候 這時候才會有循環系統的必要 所以當一個動物構造簡單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其實它的消化構造就跟循環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我食物進來之後 然後呢 分解 分解之後呢 身上總共只有兩層細胞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小分子的這個成分 擴散第一層 擴散第二層 就到目的地了 所以循環系統看起來是不必要的 那既然不必要的話 可是食物基本上還是在它的體內 有這種分享 就是擴散的這樣的一個路線 所以這個其實有一點點那個 好像是循環的這個體質在 只是說沒有形成這個管線 所以一般 像槍糖動物的話 我們通常會直接把它叫做消化循環一下 突顯出一開始的時候 既然身體構造太簡單 就不用分這麼細 消化也不用循環 其實暫時性 它們的功能是重疊的 所以我力度夠長把它搞定 好 所以槍糖動物的槍場 就是處理食物的地方 然後所以像水席它的內層的細胞 它內層的細胞 那個細胞名稱 你不用去備 當心好了 所以它的內層的細胞呢 有一些是負責分泌這一些消化相關的水解 分泌之後到哪裡? 分泌之後就到消化循環腔裡面去 然後所以接下來在一個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接下來在這個空間裡面把食物分解完 分解完之後呢 接下來才開始做吸收 所以第一層細胞去利用 第二層細胞去利用 這樣大家都分享得到 這樣可以嗎? 所以整個食物的處理過程都在哪裡細節? 消化循環腔是水席的身體內的構造 可是呢 以食物的處理觀點來講 它卻是在那個內層細胞裡面的那個空間 對不對? 所以它處理食物的場所是在包管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通常有特定消化構造 包括組織 包括器官 包括器官系統以上等級的 其實像我們包包們 食物雖然在我們的身體的消化道通過 可是其實它都是屬於細胞外的環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把消化、消素分泌到那個消化道裡面去 對不對? 拓線分泌到口腔 胃液分泌到胃腔裡面 所以我們執行的其實主要都是包外消化 所以這是從這個消化的場所 或依照配合的消化構造來去區分的 所以單細胞生物比較可以看得到這種包內消化 你看啊 那單細胞生物是不是全部都是包內消化? 不過你今天談的是一個原核生物 原核生物跟菌霧他們做哪一種消化? 這兩個家族 剛好 通通都有一個特色 都有細胞畢 原核有細胞畢 菌露俗稱的真菌也有細胞畢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方法是什麼? 你要他們吞噬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有細胞畢 他們做不來 那個吞噬的動作 所以呢 太多只好先把水解梅 先分泌出去 然後呢 再去跟食物接觸 然後分解完 然後分解完之後 再回下來吸收 有沒有? 所以呢 分解者 以前講那個分解者如果提到細節 通常會刻意去強調說 那些分解者會把那個酵素分泌出去 分解食物 然後接下來再吸收利用 有沒有? 那個其實是跟他的細胞的構造的線型有關係 因為他的細胞畢 他做不來吞噬 這樣 我怎麼樣 好 所以不見得看到他細胞生物 馬上就全部都揮到那個胞內橋化去 那個其實是依照他的細胞掘導的動作性 那草鯉蟲其實喔 以前我們都會有一個實驗 去看那個草鯉蟲的吞噬還蠻有趣的 就是呢 我們刻意讓一些食物呢 有感色過 那顆粒呢 一顆一顆就很清楚 然後因為草鯉蟲在吞噬的時候 草鯉蟲身材有很多線毛密密麻麻的 可是他在身體那個靠近中間這邊啊 會有一個地方凹進來 然後好像是一個漏斗的樣子 就是越縮越小 越縮越小 越縮越小 好 然後就是深入到細胞子當中 好 那所以當他在游的這個過程當中 身體的那個鮮毛擺動的過程 就會把那個食物的顆粒呢 慢慢薄到這裡面來 然後最後呢 就是這個尾巴這個地方 就形成石頭 好 這是他的空溝 好 這是有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實驗 所以你就會找一些展色果的食物顆粒 然後看看它有在形成那個石頭的這個過程 好 所以這是草鯉蟲 所以它也是一個石頭 好 然後所以什麼時候開始有比較 看起來有樣子的消化構造 可能還不算細保 就是那個消化構造更獨特性一點 其實要從誰來看 像我們講那個動物的演化術 像槍腸動物跟扁形動物 都是消化槍 如果你們不想要去突顯循環這個字眼的話 永遠有消化槍的就是扁形 然後跟槍腸 或者跟死包動物 這兩種 所以開始有我們比較熟悉的那個管狀的消化構造 然後呢有入口 植物有入口出口的 從誰開始鑽 從它開始鑽 不過腺蟲呢 腺蟲的消化管 那個應該差不多只有一層細胞的厚度 所以它那個消化管是沒有那個可以收縮 然後推動食物前進的功能 好 所以如果你有看過有沒有看到腺蟲呢 有機會在那種爛泥巴 然後旁 有沒有 就是在那種 就是土質的 水溝 然後那個邊邊 然後潛水的地方 想說不是會有那個 從一直臉的成縮 那反正就往網路上看 所以你會覺得 欸 每次看到所有的線條 它一直在臉 一直在臉 幹嘛 因為它那個身體的活動 其實就是它讓食物可以推動的力量來源 所以它不是靠著消化到自己本身的收縮力 所以從線條開始 那線條再上去 就會遇到誰 就沒有問題了 像環節 所以你看那邊蟲蟲 環節開始呢 它的消化構造就比較複雜了 然後包括像結石動物 當然包括像主要提動物這種 這都沒有問題了 它們基本上 如果你看過那個蛤蟆 你明明就看到蛤蟆 那蛤蟆 有沒有看到它吐沙 或者是它漁港的時候有沒有 就像那個蛤蟆包在那個水裡面 然後會噴一下水 有沒有 因為它是用綠石的方式 所以你自己看哪一邊是進 哪邊是出這樣子 好 OK 所以 那個 主要講這個地方 就是蚯蚓 蚯蚓開始呢 它的消化構造呢 已經比較複雜一點點了 但是呢 跟我們還是有一點差別 因為那個蚯蚓的話 基本上呢 它的體腔的發展才剛剛初步成型 這是什麼特性呢 就是它有那個肌肉 有肌肉的消化到呢 基本上還可以自主性的收縮 然後接下來就是推動那個食物推進 好 所以這個是蚯蚓在演化上來講 你已經看起來一線從那種凹很多了 好 跟事實上呢 因為整個管線不是構成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消化效素的功能上面的設計的問題 所以一般應該都知道蚯蚓從那個圖廊的扶持指 從吞進去它排出來 其實它當然也利用不少養分 可是它排出來的東西 通常還蠻營養的 因為很多東西是來不及分解 就是已經完成初步的分解了 可是分解了它不夠到最後一個階段可以吸收的程度 對不對 所以裡面其實通常還有豐富的養分 所以有蚯蚓的這個圖廊一般來說 其實會比較費用 可以幫忙那個促進圖廊裡面的養分更新 好 所以其他的動物或者是相關的概念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會看人體這個部分 人體的消化系統的話 我們就把它分成一個系統的 所以我們的消化作用 是用器官系統的等級 來處理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食物通過的管道 就是 消化道 所以是食物通過的管道 然後接下來是食物分解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就要配合的消化線 好 所以整個系統大概從構造面來講 這兩個部分講完 連功能講完就完成了 所以先看那個消化道的部分 消化道起至於口腔 對不對 有另外一個要順便一起講一下會比較好比 呼吸道的起點在鼻腔 所以呼吸道跟消化道它在前面有一段路 基本上是平行的 所以那個鼻腔 口腔中間隔了一個上鱷 有沒有 所以你現在舌頭往上頂 這個地方就叫做上鱷 然後這個上鱷你頂前面一點點 上面是有骨頭之成的 那叫硬鱷 上鱷有沒有 你舌頭往上頂 你舌頭往上頂 前半段 天花板是硬的 但是你沒有骨頭之成 所以它叫硬的 你舌頭往後 你舌頭往後 這樣慢慢往後滑動 上面是不是軟的 有沒有 然後後面是軟的 因為後面不能是硬的 後面是硬的話 你會有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頭腔基本上是食物入口的第一段 那這一段要做這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這個現代人消化系統容易出毛病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本來應該要細嚼慢嚥 就是把那個食物咀嚼變成是小顆粒 那你後面的這些器官 它接手之後 那個負擔才不會那麼沉重 所以你看 我們口腔給了那麼多方便 好用的工具 對不對 衣牙齒 從門牙 全食 舊食 對不對 切割 撕裂 研磨 然後再配合臉部的肌肉 可以咀嚼食物 然後再賦予食物更多的水分 對不對 本來這件事情都是口腔沒有做的 你口腔不做 請問誰要做 下一個就倒霉了 胃 那胃的手上的工具就沒有這麼齊全 所以相對上來講的話 當處理上就比較麻煩 對不對 好 那所以 接下來 等到你口腔咀嚼到一定程度之後 是不是就會有困念的動作 那內容開 每一次你只要食物擠到這個地方 然後順時就下去了 我用一個說法了 就是食物到這個地方之後 如果你在嘴巴張開 用個乒乓棍把舌根壓下來 然後用鏡子一看的話 這個地方叫煙 煙這個地方總共通向四個地方 往回通往口腔 往上通往鼻腔 往下前面通往呼吸道氣管 往後通往食道 所以總共通向四個方向 為什麼你食物到這個地方之後 那不往回跑 不往上跑 不往那個氣管跑 這邊就是往食道跑 明明呢 明明明明吃的時候自己感受 好 休息 休息